在曹操眼中,有三位大将,无可替代,不是关羽,也非张辽,而是这三人,历史上有一则经典的典故,叫做关羽温九斩华雄,此事发生在东汉末年,群雄争霸的时刻,刘备因为有了,这名骁勇善战的大将,屡次在战役中胜出,种种缘由使得关羽成为曹操拉拢的对象。 在徐州一战中,关羽因为保护着刘备的妻儿,被曹操俘虏,曹操为了降服关羽,派出心腹大将张辽,威逼利诱,没想到关羽对刘备忠心耿耿,无论是金银财宝,还是高官厚禄,都无法撼动,一丝一毫。 为了报恩于曹操,关羽为其斩杀了袁绍大将严良,临走前还将曹操赏赐的财物留下了,曹操被关羽的精神所折服,对其敬佩不已,可以说关羽是曹操心中的白月光。 不过,在曹操眼中,虽然关羽重用仁义,张辽志勇双谋,但是二者,皆不是曹阿满心中不可替代的人,这三个人才是。 库里满宠,第一位,是魏国著名库里满宠,满宠之所以, 受到曹操的喜爱,是因为他刚正不阿的执法手段。 满宠出生于山羊昌义,自小就十分出色,十八岁时,就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,被提拔为了郡中的任督游。 此人恭敬认真对任何事情,都有一查到底的决心,在担任督游时,法治严明,常常出手,整治鱼肉香里的恶霸,获得了百姓的交口称赞。 满宠也因使用法律太过严苛,对待任何人都不留情面,因此被称为酷吏。 东汉末年,出离为贪官张包,此人和满宠同一职位,他常常中饱私囊,四处从百姓手里敛财,让百姓苦不堪言。 张包也在暗中建立了,自己的关系网,官官相护之下,没有人出手惩治他。 后来,有人将张包的罪行告到了满宠面前,希望满宠可以为民主治公道。 满宠得知此事以后,开始调查他贪污受贿的证据,准备将其绳之以法。 张包最后,没能逃脱满宠的制裁,他派手下,将其抓捕归案,用重刑审讯严加拷问,张包扛不住酷刑,在牢中致死。 张包当于因此事,故意责难满宠,斥责其使用酷刑,满宠也因此,对朝堂失望辞官回乡。 曹操爱惜人才,听闻此事后,十分欣赏满宠这样的性格,他掌权之后,重新启用满宠,并册封其为许宪宪令。 曹操既是满宠的伯乐,又是他的顶头上司,可是满宠却从不偏私,严明执法。 许宪曾经有几个恶贯满盈的乡绅,欺男霸女,让百姓叫苦不迭,满宠得志以后,便派兵将这些人抓入大牢。 这些恶霸不但不复法,反倒是越发嚣张,还派人去找自己的亲戚曹洪。 曹洪是曹操从弟,一直在背后为这几人撑腰,才助长了他们的气焰。 曹洪向满宠说情,满宠不仅不为所动,还怒斥得为非作歹。 曹洪一气之下找到曹操,希望可以赦免这几位亲戚。 曹操不知实情前因后果,便下令让满宠放了他们。 然而,满宠在曹操命令抵达之前,就将犯法的人全部处斩,曹洪为报仇,想让曹操处置他。 没想到曹操并没有因为满宠违背他的命令而生气,反倒是拍手称快,夸赞满宠以朝廷律法为先,不为私情,严格执法。 当然,满宠并不是一位执行酷刑,他还有讲法分明的一面,东汉末年,名臣杨彪斥责曹操,携天子以令诸侯为汉献帝一争。 曹操得知此事,命令满宠将杨彪抓入大狱。 满宠认为,杨彪并没有触犯律法,只是中军为主,不仅不算什么过错,反倒是应该人人称颂。 倘若曹操因此而斩杀杨彪,反倒会遭到天下人的斥责,得不偿失,曹操听取了满宠的建议,释放了杨彪。 除了政治重臣之外,满宠还是一位得力的武将,经常追随曹操,征战四方。 他曾用五百人,就为曹操打下汝南郡,即使在面对关羽这样的强敌时,也从未惧怕,反倒是拼死一搏。 凡城大战时,驻守城内的曹仁和满宠,被关羽大军团团围主,挣扎不得曹操的大军,却迟迟没有前来援救,让曹仁心灰意冷,准备弃撑而去,先保住性命再说。 关键时刻,满宠阻拦了曹仁,动之以情小之以理,并且将自己的座骑斩杀,以示守住凡城和军民共进退的决心。 满宠此举,也鼓舞了将士,等来了援兵,最终让关羽败走迈城,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。 试问这样一位刚正不阿,时时刻刻为曹操卓下的大将会有哪位君主不喜爱呢? 忠臣田玉,曹操宠爱的另一位将领,名叫田玉。 田玉原本是刘备的手下,因其母亲病重,便辞官回家照顾亲人。 母去世后,田玉辗转,来到仙渝府手下谋职。 此时,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逐渐出行,田玉最为看好曹操,认为其必得天下。 于是鼓动先于斧头靠他,来到曹操阵营,田玉的能力也逐渐彰显。 曹操称霸时期,曹魏也是东汉末年,边境地区,一直受到鲜卑部族的骚扰和侵占, 甚至草原部族联合起来,抢夺农田财物,让边境百姓成日过的提心吊胆。 田玉认为,唯有从内部瓦解,这些部落之间的合作关系,才能逐一击破,将胡人彻底消灭。 他故意利用宿利部族,以高价向其收购一千匹马。 宿利经不住高价,便将马匹卖给了官府,也因此,违反了各部族之间,不卖给汉人马匹的协定。 宿利部族称为众矢之地,被各部族联合围攻。 他向田玉求援,田玉亲自率军反击,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,将这些部族打得大败而归。 经此一战,草原各部族,见识到了田玉的厉害,不敢再轻易进犯魏国边境。 有一部族首领名叫古晋,性格极傲不公,丝毫不把田玉放在眼里。 田玉亲自率领一支,几十人的军队,也袭古晋的部落,如入无人之地,最终将古晋复获。 为了震慑各部族,他还将古晋当众斩首,自此以后,再也没有鲜卑人,敢进犯魏国领土,甚至还纷纷沉浮在魏国之下。 北疆除了鲜卑湖人以外,还有无数流窜至此的流口匪徒。 这些人,时常在边境,打架结设抢夺钱财,久而久之,发展壮大形成气候。 田玉并没有亲自出兵,而是利诱降服的宿利部族,去和山贼作战,不费一兵一族。 坐收渔翁之礼。 结果也如田玉所料,这些山贼虽有数千人,却战力极弱,最终被肃利部族消灭。 总的来说,曹魏北方边塞的鲜卑湖人山贼恶霸,皆是被田玉所震慑,为百姓换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生活。 田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名声而骄傲自满,相反的生活清贫简朴,从来不贪图钱财美色。 曾经鲜卑人为了拉拢田玉,时常送些金银珠宝,田玉将这些物品,全部登记在官府,用以建设边疆,改善民生。 即使是朝廷驾奖他的赏赐,田玉也是分文不拿,全都分给底下的士兵,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贫。 曹操十分敬重这位计谋深远,震慑边疆的大将,田玉先被封为了,常乐庭侯,后又被封为镇威将军,以守护曹魏北方边疆的稳定。 梁将文聘,除了以上两人外,最后一位被曹操喜爱的人是文聘。 文聘原本是荆州刘表的大将,刘表死后,其子刘从继位,刘从无力支撑父亲的霸业,便带领一众手下,投靠曹操阵营。 曹操如愿到了荆州,刘从率领众官员迎接曹操,文聘却迟迟不见踪扬。 曹操询问文聘,为何不见自己,文聘声泪俱下地说,自己没有为刘表守好荆州之地,尽忠国家,也没有保护好刘从,无言去见曹操。 曹操听闻,顿觉文聘是一位难得的忠臣,钦佩其对刘表的忠肝义胆,对其提拔重用赏赐无数。 文聘自此以后,也追随曹操打天下,他骁勇善战,经常会屡出其谋,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。 关羽作为刘备阵营的大将,几乎难逢敌手,两人就曾在汉金狭路相逢。 文聘出气不意地拦截抢关羽的军备物资,又派一队精兵将关羽停靠在京城的战船烧毁,致使蜀军战败而退。 文聘驻守石阳期间,孙权想要抢夺此地,率领五万大军,围攻文聘。 当时文聘手下并没有多少兵力,对抗孙权,犹如是皮肤汗术。 但文聘认为孙权此人,谨慎多疑,于是他让城中人全部藏到家里,闭门不出,自己也躲在府里,营造出一座空城的景象。 果不其然,孙权派探子查看以后,十分疑惑,文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臣,势必会拼死为曹操守住石阳,如今,却潜默不动,必定是有陷阱埋伏。 孙权和一种谋士分析一番,最后不扎而归,文聘靠着自己出其不意的计谋,保住了石阳,更加受到曹操的青睐。 由此可见,曹操之所以会格外重视和喜爱这三位大将,是因为他们各自突出的才华。 满宠卑于律法的坚守,以及讲法分明的态度,即使面对权贵也是刚正不阿,执法严明,保住了异国之本。 田玉则是靠着有勇有谋的将才谋略,常常不费一兵一卒,就能成功挑拨瓦解鲜卑不足的关系,让魏国的边赛得以在数十年内安政无忧威震北疆。 文聘最令曹操欣赏的便是忠勇,文聘对待曹操是绝对的忠诚,也是最让曹操安心的一位忠臣。 面对敌人时,文聘又从不退却,而是靠着奇谋智慧,化险为夷,可谓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 简单来说,关于张辽这类人士打天下的将才,但满宠,田玉和文聘却能帮助曹操守天下,治天下,一个守卫北方边疆,一个稳定大后方许昌,一个守卫南方边境,如此说来三人不可替代的理由也在情理之中了。 对此,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